留言当头,我是威儿 只有高教,我是初子 8月4号,星期四的早上 好,那我们首先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一则 可能你也是要担心一下的这个新闻了 就是说,有之前曾经发生过的这个碳疾病呢 现在听说有可能又再重新卷土重来了 因为呢,这个俄罗斯远北地区最近就爆发了这个碳疾的疫情 至少有90个人呢,必须入院检查 当中有20个人已经确诊了 其中一个男童呢,已经死亡了 那专家就相信说,这一次的疫情呢 它的来源于当地反常的一个高温 令这个比较冷冻 之前被冷冻的这个泥土中的这个碳疾菌呢 就被放释放出来了 对,而且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从一大批驯鹿感染这个碳疾 并死亡过后 造成了至少72名的游牧民族华一被感染 然后就入院了 当中有40亿人是儿童 而一名12岁的男童已经正式死亡了 目前有两名成人还有两名孩童已经确诊感染 俄罗斯的媒体呢,就有说 就是这个男孩的祖母上周也 三个星期以为这个碳疾菌在游牧营地死亡 那究竟什么的碳疾病呢? 它英文叫Antrax 它是一种碳疾菌所引起的死亡率非常高的急性传染病 在1850年的时候呢 是有一名法国人发现 而且证实是一种人除共通病 换句话说,可以从人和动物之间是互相传染的 那这个如果发病的这个畜生呢 它的症状是发高温、发烧 然后可能会进卵 口和肛门会出血 胸部、颈部和腹部会肿胀 那如果是人感染后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它的症状包括了皮肤有浓袍 那咳嗽、吐痰、呼吸困难 皮胀、肿胀这样子一个症状 那其实这个碳疾菌它是原这个名字来自希腊文的 是形容怎么样呢 感染者的皮肤它会有胶黑损伤的一种病变 可以透过消化到呼吸到皮肤接触 这些途径呢进入人体 但人和人之间传染呢是比较少见的 换句话说一般上是由动物传到人身上 而且碳疾病呢它分成三种类型 就是肺碳疾病 还有肠胃碳疾病 还有一个就是皮肤 换句话说你可能感染的 我觉得比较容易感染的应该是皮肤和肺吧 因为是最直接你呼吸空气 你就直接可能会接触这个病菌的话 它就感染你的肺 或者你跟这个有带病带菌 这些人接触或者动物接触 人可能还少是跟动物接触的话 你马上就会感染这个皮肤碳疾病 那这个病对游牧民族来说 是不是比较危险 相对于这个城市的人 城市的人民那样子 也很难说啊 如果是你想象一下 它能如果通过空气传染的话 这是非常危险的 你如果一个人他是带军者 他就混在人群当中 那么多人 他打一个喷嚏还是怎么样 那病菌就直接传播到空气之中了 那四周围人就很有可能会感染上这个碳疾病 所以目前那个地方 不过这个是因为这个动土融化所引起的嘛 那如果像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动土融化 这个空气会不会稍微远一些 人会走的啊 人会走动啊 所以人就是那个带军者 是有可能带军 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呢 人传人的例子是比较少 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哦 而且一些媒体的报道说 其实碳疾病呢 是不流行于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 比较常见是在有这个动物患上 碳疾菌的农业地区 不过呢 一些职业关系啊 一些职业的关系 要处理这时候感染动物的农业 还有生野生生物工作者呢 就往往面临更高的一个染病风险 我就说如果人感染到 你到一个更公开的地方 虽然说我刚才提到了 人传人是比较少 但不代表说它是不可能 它是可以发生的 只是说比较罕见 不过记得就是说 通常病菌它可能会变种 当你变种了过后呢 它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你人传人 它也可能发生 而且甚至它更容易传染 搞不好 其实空气 它已经是一个最令人 最快的这个传染 不过我相信 对于医学方面来说 你现在有这个病症 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解药出现 所以 有马上会有吗 好像是这样吧 就好像那SARS啊 H1N1啊 都没有药医啊 至少有一个疫苗啊 有一些有疫苗 但是比如讲像这个H1N1 这样子的东西 它已经进化到 不知道H几 N几了 已经很夸张了 所以它的变种的 那个几率是非常高 而且非常快 它速度是非常快 你还来不及研究到这个解药 或者是能够治疗的 它就已经变到另外一个品种 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用之前的药物来治疗它的 所以病菌呢 是道高于尺 魔高于张的 我们真的要比它还快 但是要怎么快呢 老实说 没有办法 也没有科学家研究到一种方式 能够抑制这些病菌 完全的 不让它变种 我们是属于一个被动的状态 非常被动 你有一个 你这个病菌一开始 然后我们就这里研发药物 然后 你又变种 然后你又变种 然后我们这里又在研发 一直是一个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 一直被动 那当局能做的也就是告诉自己的人民 就是说你自己要小心啊 等等之类的 等等防范措施 但有没有想过以前呢 比如讲像天花之类型的这样子的病 现在据说已经绝种了 就是已经没有在人群之中 有天花之类病的那个问题出现 因为很早期就大家已经有这个疫苗 我倒是很奇怪 为什么像天花类型的这样子的病毒 它竟然没有变种 是我们速度快 快过它变种的速度吗 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有人提到说 可能早期人类的生活 就是比较不太一样跟现在 就是那种 可能稍微还是偏向比较健康的 但是因为现在各方面的 包括空气污染 吃的东西也受到污染 然后生活其实隐居呢 也不太正常 所以就让有这些病菌呢 有很好的一个温床 给他们能够生存下来 然后甚至可以自己突变 再加上抗生素的这种滥用 所以就令到这些病菌呢 它的抗药性变得越来越强了 对 这种情况就出现 所以早期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了 对 像是我知道这个癌细胞嘛 它也是会变化的 我不知道这个理论 可不可以用在这个方面 就是我们所吃的 你看有这么多的致癌物 这些等等之类的 也是让我们的这些癌细胞病变了 那是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已经改变了 相对于以前 对 这是一个原因 所以我就说可能是生活习惯 环境的受到破坏 食物这些根源也受到污染 再加上抗生素的滥用 就造成这些病菌呢 它的抗药性强 也变种变得厉害 我们来不及去研发它 治疗它 或者是来抗治 抗治它的一个药物呢 它就已经变得新了 不过你看还有另外一种 虽然我们刚才谈到碳剧病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空气传染的 就是叫做什么呢 肺结核 这种病菌 对 英文就简称叫TB吧 我没记错的话 OK 这个方面的指数我还不知道 不过呢 就是一个悲剧 怎么说呢 就是乌克兰的一名美女警察 他怎么也想不到 他逮捕 他在一次逮捕嫌犯的经历 竟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就是让他得到了这个肺结核 是因为他那时候在逮捕 这名女警呢 她是35岁的科索娃 她因为外形就非常的漂亮 然后也是一名女警 所以在乌克兰也算是一名 非常红的网络红人 而有一次呢 他在奥队近年元旦的时候呢 他在逮捕嫌犯的时候 他那个男子突然扭过身体 向他脸上吐口水 而科索娃呢 他就不知道这名男孩子 他其实患有肺结癌的 所以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然后就继续工作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病发 然后被诊断出患有肺结癌 过后就送去医院治疗 不久就死了 其实肺结核 它是一种传染疾病 是属于那种空气传染的 那当然呢 如果是你受到这样子的感染呢 你会最普遍的一个看到症状 就是说你会一直咳嗽 咳个不停 而且你的呼吸管道 可能受到一些感染 所以呼吸可能变得辛苦困难 甚至它会慢慢的 让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弱 而且营养不良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 对啊 可以看到的照片 从以前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女警 头发长长 金黄头发这样 然后她在临时之前呢 就头发就是非常的少 然后也面容非常的憔悴 所以跟她之前健康的样子 是相差非常的大的 不过从这个行文看起来 我觉得让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以后如果是执法人员 他们要逮捕一些嫌犯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她是不是身上有些传染病 是不是有一些防范措施 比如讲像肺结核 这种传染病 它是可以通过接触 跟患者的接触 甚至可能患者 就算我说打一个喷嚏 或者是她吐痰口水 这些都是含有这种病菌的 你不小心接触到过后 你就很容易感染上这个肺结核 好像艾滋病也是吧 是可以透过口水传染的吗 没有艾滋病暂时 口水传染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低 虽然说医学界还没有证实百分百 它不可能通过口水 但是呢 是说比较保守的说法 就是通过口水的传染的几率 是比较低 它只能通过身体的体液 包括可能是性行为的时候 体液的交换感染 或者是血 这些都是 但是口水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只是几率非常低 几率可能比较低 因为它必须要进入到你的血管 或者你身体的一些系统里面 它才能够起到一个作用 那口水可能除非刚好你有一些伤口 不小心接触到口水吧 这样的话才可能性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一个警钟了 在所有的这个执法界 因为毕竟有很多人 这些比如讲像毒贩 搞不好毒贩它有艾滋病 或者是肺结核 其实在毒贩的这个圈子里头 有一些病是非常普遍的 比如说艾滋病是其中一个 因为他们可能共用针痛啊 或者是其他方式 那另外一个就是肺结核 这总之是通过空气传染 通过肌肤接触传染 是能够很容易感染上的呢 其实在这个犯毒 这不是就是说 吸毒者 吸毒者的圈子里面 是非常非常不便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他们去逮捕这些吸毒者 或者是逮捕这些犯罪的人士 嫌犯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 像我们说的一些防范措施 可以让这些执法人员呢 不至于 就是暴露在这样子的 这些病菌的风险之下 对我也是有想过一种情况 就是可能他去逮捕那些犯毒者 所以突然一个针筒 给你插过来警察 是 就很有可能会感染艾滋啊 等等这些非常危险的病菌 那谁来保护这些警察呢 不是说他们佩戴强制 他们就安全了 你毕竟还会有身体上的接触啊 有时候 就像这个 谁知道 谁想到 他把口水当成一个武器 对 你就吐了一口水 或者吐痰 这样子 你就马上感染这个病 所以这个确实是敲醒了警钟了 很多人对这方面呢 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那个 防范 现在新闻一出来了 搞不好还提醒了更多的这些罪犯 就是说 我有病 反而是我的这个武器 我的护身符 你敢来 我就把你 就是像你吐了口水 那可能要保持一个距离了 跟他们 下次逮捕他们的时候 只是不知道这个吐口水 过后会怎么样去处理它呢 怎么去判刑 还是会不会判刑呢 应该很有可能吧 法律上有没有这样子的 这种条例说 吐口水 然后你令到对方死亡 就会判刑 这个确实还挺新颖的一种案例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条例 来治罪吧 毕竟他是嫌犯 或者是他是罪犯 他已经有了一些罪名 只是说 因为他吐了一口口水 就令到这个女警呢 患上了这样子的病症 甚至可能会导致他死亡 也许在法庭方面 有另外一些条例 可以来再提供他吧 加罪于他 不过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是因祸得福啊 对 就是因祸得福 就是一位英国妇女 她在美国成功接受 癌症治疗手术之后呢 决定购买彩票 结果赢得了超过六千万英镑的头奖 哇 六千万英镑 你看马币的话是整大概一亿多了吧 超过一亿多了 这个马币 对 其实这个重点呢 是在他接受癌症治疗成功呢 还是赢得头奖 赢得头奖呢 我觉得双喜临门嘛 双喜临门 对 他是一个双喜临门 而且再加上 有时候我们常常就 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启发性的故事吧 我觉得 就是可以这么说 有时候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点 他也许是让你去到一个很低潮 但是最低潮 他也许就是一个 有其他的转折点出现 就像这个情况 他患了这个癌症 然后他要进行这个手术 手术是没有百分百成功的 没有说百分百的一个几率的 所以你有手术就有一种风险 只是说他就接受了这个癌症手术治疗 是成功了过后 突然就心血来潮 就觉得去买这个彩票 结果没想过 他这个彩票尽量给他赢了这个头奖 而且还是六千万英镑的头奖 所以有些人会说 这个叫因祸得福 或者是 或者是说大命不死必有后福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了 只是说通过这次故事呢 可能可以就让就激励更多 可能面对一些问题 或者面对生命低潮的一些人 无论你是癌症 还是在生活上有一些没有办法跨过的一些门 一些坎 它都可以是一个过渡区 而且都会有转机的 都会有转机 但我不是鼓励说叫你一定买彩票 主要就是 可是因为有些人 他们患上癌症过后 他们就觉得是世界末日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还是要相信 现在医学虽然说 还是可能会有办法去拯救你的 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保持那个开朗的心情 去面对这些病情 如果是没有办法扭转的话 那就试着去接受吧 就是总之 你到这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 来去面对生活的时候 你的生活可能真的还会有一些改变 甚至可能不单止让你的生活改变 甚至让你的命运也有所改变 对 那如果是这个道理呢 把套在美国 套在新加坡的身上 是不是可以行得通呢 因为像现在新加坡总理力显龙 他已经在美国展开了 这一连串的访问 那之前呢 我们就有谈到说 这个TPP 可能在整个亚洲 或者甚至东南亚呢 就有一些支持 一些不支持 那究竟在新加坡 这方面 他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来看待TPP 是一个正面呢 来看待TPP 还是怎么样 那现在他们到美国 这个访问的时候 就有媒体提到了 现在 这个 李显龙对美国的访问呢 有助于 推动TPP的发展 换句话说 新加坡呢 他应该是抱着 很正面的态度 来看这个TPP的 对 因为 我觉得 其实新加坡 还是非常去支持 美国的 这个 所有的 美国的这个理念 他的政策 他的政策 他的理念 像是不止 就是这个TPP 甚至是那个 他们也发表了 一个联合声明 说要尊重这个南海 南海航行自由的 也是美国所提倡的 就是每 每个人 每个国家 都在南海 有这个航行自由 所以 有一种 制止中国的意味 但是他们没有明说 所以 其实你说 制止中国啊 新加坡跟中国的 关系也挺好的 只是说 这个应该是一个 官方的说法吧 联合声明 虽然说 尊重南海的 这个航行自由 但是 尊重南海航行自由 它不代表说 跟中国 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不和 或者反对中国 你看哦 它整段 跟这个南海的 声明之中呢 它的声明里面是 没有提到中国 也没有提到 使用南海宗裁 这个字眼 但是呢 提到了 这个 所有各方呢 都要避免将南海 前校 更进一步军事化 因为升高紧张 所以我 我感觉到 总个东西看起来 它会比较是 属于一种官方的 宣言 官方的一种声明 嗯 呃 不过就是 他们 就是美国跟新加坡人 也有支持全面 及有效的执行 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 并且呢 也呼吁尽快达成 这个南海 行为准则 嗯 啊哈 而且就是在 呃 李显龙呢 周一 星期一在华盛顿出席 美国商会 还有东盟商业 理事会上呢 也是有谈到 这个南海问题 并且他也有说了 呃 东盟 东盟欢迎 欢迎美国 重返亚太 嗯 这个东盟 新加坡代表 东盟 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 有经过 其他的国家 同意吗 他不需要同意啊 反正在整个 反正一直说罢了吗 呃 东盟里面 你要说 他只是说 也不 不完全是毕竟在整个东盟国家 这个东盟十国里头 新加坡算是其中一个 领头羊了 如果自己经济 这一块的衡量的话 或者是整个国家的发展 那确实新加坡绝对有 有有理由 或者是呃 有这样子的能力来说 好 我可以说 我代表东盟啊 欢迎你美国 回到这个亚太来 谁敢说不要美国 现在在等个东盟国家 没有人敢说啊 马来西亚敢说 美国你不要来吗 泰国敢说吗 柬埔寨老挝根不用说了 或者是这个越南 肯定也欢迎吧 对对 菲律宾也欢迎美国啊 呃 问来可能也没有太大什么意见 但是也不会拒绝 但是有些国家还是比较喜欢 比较轻忠的不是吗 你再怎么轻忠 你也不会说美国你不要来 哈哈 你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东盟国家 敢敢就说出这句话来的 嗯 无论是我就说了 在东盟支持国里面 大家基本上都还是对美国抱以一种 呃 多一个多一个敌人 不如多一个朋友一个态度 嗯 而且中国也不见得完全是给这个东南亚 或者东盟国家有什么直接的很大的好处 虽然而且在南海这一块呢 已经是有那么大的一个争议了 那相对之下美国在南海这一块还是比较站在东盟国家的立场 而不是站在美国啊 这个中国那一边 所以你相对比较之下 如果是谈到经济这一块的话 呃 东盟国家其实是比较夹在是一个夹心饼 你不能够得罪美国 你也不能够得罪中国 两个都是跟你的经贸有很强的关系 甚至在军事上你可能还要靠美国 在经济上你可能要靠这个中国 啊这这两块东西你完全体力不了的 甚至你经济上可能你还要靠美国 因为有些出口你是直接到美国去的啊 所以这样子来比较看的话 呃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整个东盟国家呢 他们对美国的一种态度呢 是抱持着一个呃欢迎的 是绝对是一个欢迎 就好像新加坡呃李显龙的这个说法 就欢迎美国啊 再回到这个东盟国家 而且当然作为新加新加坡作为这个东盟国家的 其中一个领头羊 或者是整个经济这一块的比较强大的 有有有代表性说话的这个国家呢 他绝对有理由可以说 希望美国呢可以继续在亚太区 呃保留他们的这个角色 比如讲可能在经济这一块 也可能在军事这一块 但没直接说到明军事这一块啦 因为这个你不能说出口啊 对吧 美国毕竟在东盟这几个国家 都想要建军事基地 菲律宾已经有了 越南应该也有了 就是说在马来西亚之前说 本来要建这个在马六甲海峡 呃那一块可能要占领 不是占领啦 就可能要在那一边呢 建立这个军事基地 但是相信马来西亚的政府 或者马来西亚这边呢 就不太有那么大理的支持 要让他们建军事基地 所以就有传言出来就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伊马公司 搞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呢 就是因为这些谈不妥 当然这些都是传言 也没有去证实 纯粹是推断推断和评论的一种说法 所以在这个新加坡 他们对于美国的这个拜访呢 确实带出了很多不同的讯息 那也许可能还有更多更新的消息呢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跟进吧 我们在这个说法